拖网大小通察,30年後沒有魚吃 不止紅心魚被世界自然基金會列為紅色的避免食用海鮮級別 人類的捕魚方式,除了食用魚,同時威脅其他海洋生物 荷蘭有關注濫捕的組織The Black Fish說 由50年代有工業捕魚開始 有捕獵價值的大魚數量已經下跌了九成 再不控制捕魚量,我們的海洋遲早玩完 最要命是拖网 一隻百四米的魚船可以拖行六百米長的魚網 真是甚麼都被捕了 還有這種放長線的捕魚方法都必定會殺錯兩魚 因為這樣的捕魚方法,有四成捕到的魚都不是食用魚 即是我們食六條魚,其實就弄傷或者弄死了另外四條魚 再丟回到海 更加有人為了捕多些魚,趁交配季節 同一類的魚最迷一大群交配的時候才一網打盡,大小通吃 甚麼卵都沒有了,就算停了捕捕,都不會再有魚毛給你捕 聯合國還估計,今年全球魚獲會飆升到一億六千萬噸,再創新高 科學繼續估算,如果按現時的速度繼續捕捕 大約35年之後,即是2048年,大海就會清光,沒有魚吃了 創立監察非法捕魚的他就說,歐盟有很多限步法例,實際上都沒有魚毛理 所以他的組織,接下來會在地中海,出海 同用遙控飛機camp,搜集魚業的罪證 希望引起公眾關注,救救我們的海洋 啊